大家好,我是Dan D-Faker是利用AI技术通过学习一个人的面部特征 然后在其他影片中将面部替换成目标面部的技术 就像这个影片,把钢铁侠的脸换成Tom Cruise一样 原本是一个非常好的技术 但却被很多人用在不好的地方 最近就在韩国发生了有关D-Faker非常大的争议 8月19号,一家媒体独家报道了一则新闻 去年年初,人和大学毕业生刘某收到了一则匿名的思绪 私讯内容是,在Telegram聊天群中 您的脸被合成的照片和个人信息正在被分享 刘某进入该聊天群后发现 不仅有他的联络方身和学后等个人信息 还有属实章将他的脸与女性裸体照片合成的D-Faker伪造物 甚至也有以刘某的声音合成的音频文件 其中包括像奴隶或主人这样的声音 该聊天群的参与者多达1300人 而该群的设立时间是2020年 最让人惊讶的是,当刘某得知该聊天群的存在后 这些人公然开始对他进行骚扰 经常有人发私讯问他 是否就是在聊天区里被合成的那个人 还有人打电话给他 当刘某没有接听时 这些人便直接留下辱骂的语意 更过分的是,在刘某没有再回应那些私讯后 他们就将刘某的朋友们的照片进行P2 并声称,因为刘某你,这些人才会受到伤害 在这个独家播导后 警方也进行了调查 并在多家媒体采访后发现 这些加害者们是从IG,Neighborblog,Facebook等平台的贴文中 未经许可地收集多张自拍照片 并通过AI进行学习 然后将这些照片只更换面部合成到现有的色情影片中 目前被发现,Telegram里存在一个 包括全国70多所大学名称的群组聊天室 他们分享受害者们的照片 进行非法合成 聊天群里大约有1300多人 然后也有中学高中聊天群 里面有2300多人 他们发送自己同学有人的照片和年龄 要求制作照片影片 甚至也有人拍摄自己的姐姐妹妹妈妈的照片 与别人分享 最后也有专门帮忙制作非法照片影片的机器人聊天室 参与的人员有22万人 因为22万这个数字 由海外媒体报道了22万韩国人参与的Telegram聊天群 导致让很多人误以为真的是22万个韩国人参与了 但是2024年8月27号 在韩国国会科学技术情报广播通信委员会的咨询中 广播通信委员会副委员长回应 报道中称有22万名韩国用户参与Telegram聊天群的消息是错误的 事实上该Telegram聊天群是由一位非韩国的海外开发者创建的 这20万名用户中包括了海外用户 而非仅仅是韩国用户 随着多起受害案例的发现 在网上也开始流传 被制作DPEC影片受害的地区和学校名单 韩国政府也已经开始展开了集中打击行动 然后在8月30号 根据美国一家网络安全公司最近发布的报告 截止到去年分析了约95800件的DPEC影片 结果显示 在全球范围内流传的DPEC影片受害者中 超过一半都是韩国人 美国华尔街日报 引用了这家安全公司的调查结果报道成 韩国是最容易受到DPEC非发影片侵害的国家 根据该报告 大多数韩国的DPEC受害者是歌手 其中受害最多的一位歌手 成为目标的次数约为1600次 累计观看次数达到了561万次 然后8月31号 Twice官方账号也发出声明 本公司对于最近针对旗下艺人的DPEC影片扩散的情况 感到极为严重 这是明显的非法行为 我们目前正在收集所有相关资料 并与专业律师事务所合作 正在进行毫不宽恕的强力法应对应 我们绝不会对任何侵犯艺人权益的行为 做事不管 并将坚决应对到底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真的为什么还活着呢 一想到那些人在这个社会 假装正常人生活就感到恶心 怎么能对自己的亲姐姐亲妹妹和母亲那样 如果这不是禽兽行为那还算什么 就是因为处罚太轻 对犯罪者过于宽容了 看看那些在海外犯罪的人 全都想尽办法设法要回到韩国 法官在宣判时 需要彻底改革量情标准 而且如果受害者不原谅 法官就不应该代替原谅并解析 对于暴力 连原谅的原字都不该提出 为了不让无辜的男性冤枉 应该公开所有加害者的个人信息 迪佩克问题应该会越来越严重 必须及早遏制 所以 对于韩国目前的迪佩克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在大家的国家 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吗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